營燉 beam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哥仔獎 騎油 publication要騎車角色就是搭送 今天我們私駕的車 我個人覺得它是一台相當酷的車 這部車就是LAND ROVER DEFENDER V8 90 為什麼這部車很酷 因為我們先前曾經針對JLR車型中 相當性能的Jaga F-PACE SVR進行試駕 來解說關於它引擎蓋下 這個5.0升V8機械鎮壓的引擎科技 當然在Defender剛上市不久的時候 我們也曾把它頂起來詳細解說 關於它這個非乘載式車身底盤結構 跟乘載式車身底盤結構的詳細差異 而Defender V8剛好就是集結這兩項特點而來的綜合車型 但是以上這些東西都是一些帳面數據告訴我們 實質求是我們當然還是把它頂起來 詳細去分析解說關於它所搭載5.0升V8的引擎科技 甚至它的底牌懸吊結構以及後續設定 到底有什麼厲害的地方 影片開始之前也請大家幫我們頻道訂閱起來 按讚訂閱分享都是給我們最大的支持與鼓勵 如果你不知道怎麼找到的話 在下方說明欄都有附上連結 再請大家多多幫忙 由於Defender V8車重高達2.4噸之樸 再加上根據我們先前在頂ZLR車款的時候 我們發現它底盤下戶板設計真是滿繁雜的 所以今天幫我們拆除下戶板 甚至一些提供資訊knowhow傳達的車場 我們就來到了新北九和ZLR展示中心 他們除了車輛販售之外 其實對於ZLR車款的一些維修保養 之後勤的維修這些東西都相當專業專精 所以如果你本身是在新北市 甚至在台北市的ZLR車主 你要進行後續維修保養 甚至購車這些需求的話 都可以來到新北九和汽車 其實單從帳面一些數據來看 Defender 90 V8好像就是搭載 F-PACE SVR這個5.0升 V8機械增壓引擎而來 其實當初我也是這樣想 它的壓縮比一樣是9.5 只不過動力輸出從550匹縮減到525匹 當然扭力多少有進行一些調降 而這樣的調降或許可能是因應 它可能要進行一些不同樣的動力的操控需求 才做出了調整 但是在我們實際拆除上市蓋 甚至針對一些原廠的技術手冊 我們發現Defender 90 V8 它所採用的5.0升 V8機械增壓的機械增壓器 跟F-PACE SVR其實兩者是有所不同的 在我們先前頂F-PACE的時候 我們發現原廠給我們提供說 它是採用了VOTEX的雙轉子的增壓器 它有強調說它這個增壓器的效能 會比一般那種鱸式增壓器還要出色 至於鱸式增壓器跟VOTEX的增壓器的差別 你可以看上方的連結 先前我就進行詳細的解說 但是當我們點開關於Defender 90 V8的一些技術資料來看 其實原廠講說它所採用的機械增壓器是ROOTS 就是鱸式增壓器 所以你會發現Defender 90 V8 它動力之所以調降 並不是我們想像中可能進行動力調降 或者是什麼優化調教 把動力進行調整 這樣子那麼簡單 而是實際的透過增壓器的改換 它換了一組鱸式增壓器的方式 把它動力進行調整重新設定 而且在原廠公佈一些數據來看 它這個機械增壓器的轉速 當然是比原廠的曲軸普利盤轉速在快2.1倍 當然這也是因為機械增壓器 是由曲軸普利盤所帶動 所以自然會以這種機械增壓轉子 然後壓縮空氣的方式 讓動力可以因此受到壓縮 進而提升動力的主要功能之一 其實在上一支我們在Defender 90的時候 我們就有詳細解說關於它這次所採用的 全新的這種承載式車身的車體結構一些特點 跟傳統的非承載式車身的一些 剛性更為優化的設定 而且在我們把下滬板拆除之後 你就會發現它的下面的副車架結構 真是相當的複雜 我們一般都是以這種緊緻型的設計 它是直接用一個日制型的造型 所以它對於車底剛性的強化 自然是更為厲害一些 而且它前面的懸吊形式 你會發現它是採用前面是雙倍的結構 雖然下面兩支的支臂 它是採用鋼鐵材質 但是它的上支臂以及仰角等等的這些結構 全部都是採用鋁合金的材質設計 而且它在一些橡皮球頭 它雖然不是採用這種實心材質 它是採用那種原廠常見的這種空隙的材質 但是它可以做出更多型貶 當然讓你在一些Op-road 甚至一些功課2D上面的一些需求 這些變化量當然是可以更為有餘裕 至於在往後面一點移動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因為這顆引擎 它是採用B8形式 體積相當的碩大 所以它變速箱的位置稍微往後一點 有趣的是 因為它變速箱的位置是比較往後 所以它在中間的地方有一組分動器 它會透過一組傳動軸往前輸出動力 到前面的插出器之後 再把插出器產生的動力在左右進行分配 當然後面那組傳動軸也會把動力往後分配給後軸之後 再進行左右分配 來達到前後都有驅動力 甚至左右可以調整驅動力的主要設定 至於後面懸吊結構 其實單從下面往上看 你會發現它下面有個大型S型的鋁合金支閉 它這個支閉體積真的相當的大 而且它的支點的數量大概有四支 在仰角有兩支 跟車體結構大概有兩支的設計 但旁邊還有一支支閉 而且在上方位置你會發現 它有一支鋁合金材質所打造的上支閉 所以嚴格來說它算是三連桿的結構設計 而且因為我們所試駕的車型 它有配置氣壓避震器的關係 所以它整個空氣彈簧的結構 是放在鋁合金下面的支閉裡面 至於前面的避震器 它是只能跟桶身直接整合在一起 它作動方式自然就是利用空氣 充氣放氣的方式 讓你車身可以因此提高降低 在升高跟降低之間的最大幅度 大概可以有4.3公分左右的距離 所以當你在一些下地下停車場 甚至你要進行offroad的時候 多少能夠提供一些操作上的便利度 至於它的避震器的桶身設定也蠻特別的 其實我們從側面往前看 你會發現它的避震器的桶身 並非我們常見的這種比較直條條的 直接插在仰角 甚至是插在下肢壁的樣子式設計 它是一種往內巴式的這樣子結構設計 而且它的桶身旁邊還阻擋 額外自放阻凝油的桶身 所以它裡面自放阻凝油的容量 自然會多很多 那這樣子當然是讓你可以在一些劇烈運作的時候 可以讓你的阻凝油的運作環境更穩定 不容易因為活塞劇烈運動 讓你的工作溫度提高 而影響一些息震 甚至一些拉住彈簧的作動反應 而且這樣子有點外巴的設計 當然會讓後肘的貼地性 這是舒適度可以更好 所以當你在on-broad運動的時候 當然也可以讓你後肘可以更為貼地 可以更好的脫困跟悅心 說到這裡或許很多人覺得奇怪 我怎麼還沒有提到Defender V8的操控 因為我覺得單從上面數據來看 這525P的動力一定是相當厲害 更別說是它配上ZF8速自白變速箱傳遞 這樣子的上面數據 甚至實際的操控反應來說 其實算是蠻厲害的 因為畢竟這樣子動力輸出 即便它車重高達2.4噸 還是會帶給你這種蠻有貼背感的 加速性能感受 只不過也因為它車重真的是太重 而且它車高已經將近2米 所以當你在一些左彎右拐 甚至比較崎嶇的道路的時候 當然會給你比較明顯的一種實質的反應 而且雖然它避震器 雖然還具有小Dynamic等等的操作功能 可以讓它變得比較紮實 讓它阻尼變比較硬 甚至你車身高度可以進行調整降低 但是因為畢竟車高又高 車重也比較重 所以過彎的時候你會發現 這側輕的情形還是比較明顯 而且當你面對S彎襲來的時候 你必須把車速妥善控制 先面對好一個彎之後 重心轉移回來之後 再邁入下一個彎 這樣子才能讓你的車子的動態 可以更為順暢的穩定 而且也因為它的車重比較高 而且載著配置的22吋275的大角 當我們在煞車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的自動的回饋反應 當然沒有那麼即時直接 所以如果你在一般市區行走 甚至是在高速巡航的時候 建議你跟前車的車距 還是要確實保持一定的距離 這樣子對你的行車安全 當然會有一定的保護 這次試駕Defender 90 V8車型 當然讓你見識到Land Rover 針對他們這個傳奇越野車型 有了更多不同的操作方式 雖然他們很早之前就已經有V8的車型 但是這次藉由更為細緻化 而且更有質感的一些車內的配備 甚至你可以看到這種GP方向盤 甚至車內的鈴鐺滿目的操作科技 甚至相當舒適的座椅配置 你會發現V8引擎置入之下 反而給他更多更適合onroad的特性 雖然他的性能真的蠻適合去攻克2D 但是以他的461萬起的身價來看 我相信要把他真的拿去onroad的車主 應該多少會感到有點心疼吧 以上就是我們大特地Factory 針對Land Rover Defender 90 V8的試駕報導 希望你會喜歡 我們下支影片見